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微博曝光后 网友纷纷围观并留言称 谢谢你 晴天一直在 来日方长 晴天一直都在 不离不弃勇相随 新的一年也要元气满满哦 晴天与你同在 秦俊杰和杨子这对娱乐圈明星小情侣 说真的 好长一段时间都以为是传闻 因为那时候还不知道秦俊杰是谁 怎么突然就和杨子好上了 什么时候解缘 怎么发展的 可能是因为不太熟悉吧 所以关注也比较少 很多网友粉丝也是因为杨子 所以才知道秦俊杰是谁 现在两人分手了 回归单身生活 过去也有段时间了 分手后生活还是继续 毕竟不合时没必要强求 未来定会遇到更好的另一半 我们来看看才刚分手 不久后的秦俊杰和杨子 他们尽快来看状态都不错 秦俊杰在生日会现场和粉丝甜蜜互动 聊粉时集 这一年 秦俊杰通过电视剧泡沫之下人气急速上升 接下来他还有天下长安 天衣无本 清雪楼几部作品代播 喜得演员秦俊杰未来发展顺利 给我们带来更多让人喜欢的角色 秦俊杰比新拍照 看着状态还不错 和粉丝共度生日 好像还是比较少见的 秦俊杰和杨子分手后 杨子的出境率倒是比秦俊杰多了很多 刚分手后不久就被媒体拍到现身机场 并遇到粉丝送上温暖的拥抱 还有送上小礼物 也是很让人慷慰的 网上传出了秦俊杰在接受采访时趁不喜欢杨子这样大大咧咧 一星元很好的人 还点赞了这样内容的微博 在一星元很好这里 还特意提到了张艺山 张艺山虽然在杨子分手后 没有发表过任何关于此事的言论 但是却一直没有脱离这件事情 秦俊杰和杨子刚宣布已分手 张艺山的微博就沦陷了 不少网友喊话 张艺山你的机会来了 快去追杨子等等 张艺山和杨子在家友儿女中对观众熟知 两人更是同样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 从一些公共场合和综艺节目中 可以看出两个人是很铁的朋友 在颁奖中帮杨子提裙子 更是让人知昏暖心 很多明星在出道后 也都会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 不火的时候会想着 怎么提升自己的名气 可等到名气开启之后 又会换得换失起来 生怕一点点做得不好 就被网友们吐槽 杨子也是这样 之前资源虽然不错 但是网友们的关注度也还没有那么高 可自从欢乐送后 名气暴涨再加上关注度的不断增加 各种吐槽也就随之而来了 明星虽然经常面对很多人的非议 但是无事是一回事 不舒服 又是另一回事 对这位娱乐圈的新人 之前了解的并不是太多 如果不是因为他与杨子谈过一场短暂的恋爱 估计也没多少人知道他的存在 而最近因为秦俊杰工作室点赞和dis杨子的言论 趁二人分手是因为不喜欢杨子大大咧咧的性格 和他太好的异性缘 随即秦俊杰工作室发人辟调 从而引起了网友们对这位新人的关注 恋爱时没多出名 分手却一下让他成为了焦点 不知道是福是祸呢 不过有很多网友还是不能接受他的说法吐槽他